老外主持人郝一博又推出了新影片 回复网友意见 有网友质疑影片把中国讲得太糟糕 把台湾讲得太好 郝一博回应是因为中国的负面新闻 不论是在中国或者是台湾 大家都比较少接触 影片呢 他的影片呢 是新闻评论会有自己的立场 而这立场就是支持民主 人权以及自由 有网友说 郝一博这篇是有趣的大脸文 欢迎收看老外回复你的意见 我是郝一博 郝一博又推新影片 回复网友意见 双支影片讨论台湾新闻七大常用语 但郝一博发现 讨论度最高的还是这个跟 很高兴片商没有把复仇者联盟 翻译成英雄世家 网友纷纷回应表示希望能够看到完卷版 郝一博还剪接影片模拟采访钢铁人小劳博道尼 伯一博 tastes a great honor to interview you and I have here a clip I'd like you to take a look at 虽然只是搞笑剪接 上支影片好一波讨论 台湾新闻喜欢用打脸当标题 这几天刚好就看到一则打脸的新闻 好一波也说会这么快就回复网友意见 是因为看到这则留言 有网友批评好一波的影片 把中国讲得太糟 把台湾讲得太好 好一波回应 那是因为这些中国的真相新闻 不论在台湾或是在中国 大家可能都比较少接触 另一点你提到了新闻不该有个人情绪 其实老外节目不是播报新闻 而是新闻评论 所以除了新闻以外 我会有我自己 或者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的看法和立场 这个立场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支持民主 人权和自由 影片推出后 网友纷纷回忆 每家电视台的新闻 一大堆情绪性与编故事 会回复为什么要告诉中国网友 中国的负面新闻 因为你们的CCTV补播 网友回应好一波 正在做一个打脸的动作 是一篇有趣的打脸文 新唐亚电视总和报道